好了,大家这次出发中准备打开一些新国家了 因为我感觉欧洲其实我已经玩得差不多了 但是我发现在波罗的海附近还有几个遗珠 波罗的海三国也许并不是大家出行的首选 它们国土面积并不算大,而且相对来说比较低调 即使是我已经去过了欧洲近30个国家 波罗的海三国依然能够给我一种全新的体验 由于历史的复杂性 这里既有北欧的简约与现代 又有东欧的传统与坚韧 这里不论是花费还是体验感 都是一个高性价比的选择 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只花费200多欧 玩赚爱沙尼亚拉托尾亚跟立陶宛这三个国家的 首先是出行方式 如果大家有准备像我一样 一次玩玩这三个国家的话 那么你只需要从你出发的城市搜索 看一下进出任意哪两个国家的机票 时间和价格更加适合你 不问开车也没有关系 这三个国家之间大巴车次频繁 任意两个相邻国家之间间隔四小时车程 我自己这次选择的是Lux X Prize 作为宽敞舒适 行李还会帮你贴上标签以防拿错 结合以上信息 最终我选择了从塔林进入 离家返回的行程 其次是游玩安排 因为这三个国家首都都非常的小 基本可以一日逛完 所以想一次打卡这三个国家 至少需要预留三个白天 第一站 我去了爱沙尼亚的塔林 来到塔林 只要你逛完老城 基本上景点也就看得七七八八了 塔林老城 不仅曾当选欧洲文化之都 还在199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中 从维鲁门进入老城 在老城内转一圈 你可以看到市政厅广场 烟囱清扫宫的雕像 圣母主教堂座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主教堂座 圣奥拉夫教堂 和丹麦国王花园的无垒女巫雕像 我唯一付费进入的景点 是圣尼古拉教堂 这个教堂建于13世纪 现在是爱沙尼亚最大最有价值的教会艺术藏品 都收藏于其中 这里也是老城最佳的观景平台 可以选择电梯直达 你也可以攀登233个台阶 当然你对教会艺术品没有兴趣的话 可以借去免费的观景平台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 塔林老城一共有三个观景平台 最著名的是这个墙上写了塔林名字的观景平台 这里感觉比较适合拍摄人像 一项之隔的另外一个观景平台呢 我觉得它真的更适合拍摄老城的景色吧 从这边看 房屋的色彩更加丰富 第三个观景平台 如果你赶时间的话 可以不用参观 景色不如前面两个 如果你的时间还是很充裕 可以去看一下老城的有一条中世纪风的小巷 或者你可以选择花费四欧 从维鲁门登上城墙 沿着城墙走走拍拍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 但很不幸的是 我去的这一天是真雨 我相信塔林晴天的景色会更加的好 第二站 我去了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 维尔纽斯有很多教堂非常值得参观 比如有黑脸圣母像的黎明门 东正教圣灵教堂 圣家西米路教堂 圣母主教堂座 和维尔纽斯主教堂座 还有拿破仑想放在手掌中 带回巴黎的圣安尼教堂 这之中很多教堂都非常精美 但部分室内也是不允许拍照的 教堂弥撒期间也不可以参观 所以不要太早安排参观教堂的活动 如果你也是在周日到达维尔纽斯 那么跟我一样可以耗一下立陶宛大公公博物馆的羊毛 本来在我计划之中只准备路过看看外观 结果发现周日免费入内 这种好羊毛不好简直是太亏了 立陶宛大公公的建筑时间可追溯至立陶宛最为辉煌的年代 博物馆动线也是根据其的世纪风格的变化而来的 包含晚期哥特史、文艺复兴和早期巴洛克史的历史再现 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宫殿的模型、遗址、文字材料 也可以看到大量的壁塔、绘画和珠宝 甚至还有宫殿居民的日常生活物件 立陶宛大公公后面的山上 是观看维尔纽斯全景自家的地方 格迪米纳斯塔 可以付费两欧座升降梯上去 但那边排队的人太多了 我就选择走上去 我觉得整体并不算难走 开头有一段石子路 后面就都是台阶了 一路登顶的风景也很不错 顶上是15世纪就弃好的塔楼 可以免费参观 不过需要排队 维尔纽斯还有一个艺术家聚集的地方 他们自称为对岸共和国 20世纪末 该区宣布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共和国 他们拥有自己的国旗、货币、总统、宪法 跟12人的军队 他们的宪法也非常独特 被翻译成了23种语言写在了宪法墙上 比如第17条 每个人都有不快乐的权利 第13条 每只猫都没有义务要爱它的主人 但必须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 对岸共和国位于维尔纽斯的旧城 作为一块租金相对低廉 并且解除设施欠缺的区域 让依靠艺术为生 为居住发愁的艺术家们 波西米亚人和自由的思想家们 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对岸共和国里的每个设计 都有它荒诞的意义或者故事 这一趟的最后一站 我来到了拉脱维亚的里加 里加是波罗的海三国中最大的一个城市 但我觉得也算是这趟旅行中 仅仅相对最少的一个城市 城市分为老城跟新城两个部分 以新艺术建筑为主要风格 以老城为主的历史中心 也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 主要的景点也都围绕于此 最靠近车站的有一个 由五个飞机棚改造而成的 欧洲最大的市集 里加中央市场 市场的室内部分被分为五大区域 包含肉类乃制品鱼类蔬菜和美食广场 它也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中 当你不知道吃什么时候 可以来这里品尝一下当地美食 市场走出来几分钟 就到了主要的景点聚集地 里加和爱沙尼亚的塔林一样 都拥有相同的黑人头信仰 作为钱商会所在地 黑头宫也是被各国游客打卡最多的景点 曾经黑头宫是用来被招待重要客人的 但这个建筑经过战火的摧毁和重建 现在保留原貌的只剩了地下室的部分 所以我并没有选择付费进去参观 与黑头宫一条街相隔的是圣彼得大教堂 在这里登顶 可以看到里加城市的全景 教堂侧面还有一个以格林童话中 布莱梅的音乐家为原型的雕像 据说触摸到每一个小动物的鼻子有好运 也不知道是这个雕像太高 还是我实在是太矮了 我只能摸到第一个小动物的鼻子 好吧 能用四分之一的好运 我也算是满足了 老城里还有一个景点 叫猫之屋 据说是一个商人 因为被拒绝加入商会 所以建了两个猫猫雕塑 用猫猫的屁股对着商位 以表达抗议 除此之外 三胸定制屋也算是里加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景点 这三幢建筑分别代表了 里加在中世纪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 这里是里加老城最著名的中世纪民宅 现在里面依然还有人居住 虽然里加的景点并不算很多 但有很多艺术装置跟绿画 这里的氛围总让我感觉回到了北欧 当然作为一枚吃货 在这一趟旅行中 也并不可少地吃了很多当地的美食 在塔林体验了中世纪风格的餐厅 在昏暗的烛光下一边体验鹿肉 一边欣赏表演 在维尔纽斯吃了由土豆做成的皮包上肉馅的 被誉为立陶网国菜的柏林飞艇 在里加吃了安如公爵最爱的鸭腿 还喝了好喝的咖啡 体验了自制的格瓦斯 这趟旅行 除开机票 我一共花费了224块7.9欧 体验了波罗的海这三个国家的首都 波罗的海三国留着与西欧南欧截然不同的历史 它们复杂且深刻经历了多次战争到独立的转折 这里的文化让我感觉是一种独特的混合体 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中世纪的城堡 哥特式教堂 也可以看到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和生活痕迹 波罗的海三国 它们或许小众 但真的极具魅力 这里不仅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 自然风光和美食体验 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科技创新 也真的不容小觑 这一趟旅行我相信是我欧洲旅游体验上的一种完美补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